中共打压穆斯林美女限制监控科技出口,一名中国武警在新疆喀什街道上与居民交谈,2017年3月24日,随着中国新疆建在教育营拘押维吾尔人的消息,被广泛报道特朗普政府,拟增加美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威尔伯·罗斯在写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商务部正与国务院相关机构协商将对中国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评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出口政策的改变,严格限制出口那些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监视的技术。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马可·卢比奥·马格鲁·罗斯和克里斯·史密斯·克里斯·克里斯·克里斯·罗斯要求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采取制裁手段。 如果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得以实现,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医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 外界对新疆在教育营在压人数有不同的估计,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今年八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表示,新疆的穆斯林因为民族和宗教身份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中国官员则回应趁欧洲在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失败了中国的在教育,影子在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 这是你温柔在哪里? 这个是他三费的确定。 有个人在锦摆阅的方法也是白帮助,哪里? 但是,是一个人是在讨论的解决功的主义ρί伍价格无所谓。 我觉得,今天就是关注了你,西兰极端主义注意点子。 感谢观看